跟我们有关系呢是因为处居 是现代足球最早的形式 国际足球联合会在2004年的时候就确认了 足球啊 两千多年前起源于中国煽动 战国时代的齐国 我们就知道这个齐国啊 是这个秦统一中国的时候最大的阻力 齐国的国力强盛 你把齐国打败没那么容易 当我们自己并不高兴啊 说你这我们中国这足球起源于山东齐国 两千多年前 中国人听着不高兴 我们为什么不高兴啊 我们中国人自个觉得啊 那才两千多年前啊 我们自个觉得这足球至少在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谁发明了呢 皇帝发明的 这还真有证据啊 还真不是信口一说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呢 他出土过大量的文物 这个文物中的其中有很多时代有文字的 他有一个博书上呢 是这样记载 他说皇帝呢 身遇齿忧啊 因而寝之 大约在四千六百多年前了 皇帝的部落呢 和池油的部落呢 在这个 这个捉路啊 打仗 打仗战争太惨烈了 所以皇上就把这个池油 给给捉住以后呢 所以呢 就抓着你都不解恨啊 所以还有愚恨 就是把他的胃 因为我们身体中啊 胃是弹性比较好的 把这个胃揪出来以后呢 塞上毛法啊 制成了这个球 让底下人去踢 古代文献中这个球呢 是一个毛字边 一个球啊 我们今天的足球的球 是一个斜玉边啊 这个斜玉边的 我们都讲过 凡是斜玉边的 都跟玉有关 最初这个球是一种很刺的玉 只是后来啊 至少到宋以后 这个球才逐渐逐渐的 由毛字边 因为它充气了 不塞毛了 所以就改成了 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球 这个字 战国的时候啊 簇鞠是当时社会上 非常风行的一个娱乐活动 它主要是娱乐啊 不是竞技 那有人呢 就是喜欢这种 簇鞠呢 就不要命啊 史记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说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啊 还有名有名的 叫相楚 这个 他呢 得了病 就让齐国的大夫 去给他看看病 那个大夫就跟他说啊 说你这病啊 挺危险的 我给你开了药 要好好休息啊 你千万不要多运动 要不然你就会吐血而死 结果这相楚呢 他这个球瘾难耐啊 所以他控制不住了 还是去踢球 结果就是一下这个 劳累过度 就吐血身亡 这可是在史记上的记载 一定还不是瞎编的 那么可见当时啊 这个簇鞠这种运动呢 很吸引人 那再有就是 汉高祖刘邦啊 这也有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在当时《西经》杂记里 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汉高祖刘邦呢 当了皇上以后呢 把他爹接了 他爹就是这么个踢 这个簇鞠迷 就是个球迷啊 踢得不好 但是喜欢踢 那么他父亲进了宫以后呢 就郁郁寡欢不高兴 你知道这个过去啊 很多乡下啊 人到了这个城市啊 发展得很好 把自个儿的爹妈 接过来的时候呢 爹妈都不适应城市的生活 觉得城市的生活呢 拘谨无聊 刘邦的爹也是这种感受 那怎么办呢 这个刘邦呢 就给他设计这个场景 把一些好朋友都叫来 又喝酒啊 又玩啊 但是他 他这个踢不了球 他就不高兴啊 所以刘邦就命令人呢 仿造他家乡啊 仿造他家乡 封义啊 就是现在的 江苏的封县 然后改进了啊 离长安不远的这个利益啊 取名新封啊 我们说新封 美酒斗石千的那新封 并让封义的人呢 就照搬这个样子 搬到这来 就是让人都陪着他爹呢 踢球啊 这样他爹就高兴了 那么 促居啊 这项运动在汉代呢 他这个 当然它是一种娱乐活动 更多的呢 它是一种军队中 广泛使用的一种军事训练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军事训练中呢 都比 都比较枯燥无味 所以训练起来非常艰苦 所以他就把这种带有娱乐色彩的啊 这种啊 就算运动吧 第一运动就引进了军队 那汉代的促军呢 他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娱乐表演兴致的花样的啊 就现在就是叫花式足球 我们自个儿都在小视频上 能看到有些那个 有些黑人 我看我踢的 踢绝了 那球就跟粘在身上似的啊 然后呢 他汉代的时候呢 除了这些呢 还跟一些舞蹈结合在一起 另外一种就是军中展开的这种 有规则的对抗性的这种比赛 所以他当时呢 在这个汉代军队里啊 还会去造菊城啊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造一足球场 然后他两边呢 都有这个新月形的球门 这就是所谓菊矢 相当于今天啊 足球场上的这种球门 但是跟我们这球门有很多不一样 因为它是比较矮的 他这个菊矢呢 是在这个地上要挖一个坑啊 就是他做成这种半圆状的 底下挖一个坑 你踢进就算了 那么这在历史上呢 都有很多记载 史记里啊 比如魏将军啊 《票记列传》中呢 有这样记载 他记载西汉大将军 获取病远征匈奴的时候呢 他就命令士兵啊 在野外批出一块球场 练习促军 干嘛锻炼身体 你闲着闲着 对吧 东汉啊 有一个人叫李优 这个人呢 写过一首诗 他就专门写的叫 这个菊成明 菊成明呢 他这个很清晰的把当时 这个就是足球场啊 这个菊成的这个形态 说得很清楚 他叫圆菊方墙 这个球是圆的 整个周圈 它是有墙的 我们现在就画一条线 相当于是墙 仿向阴阳 法阅对冲二六相当 他说的就是这个布局啊 那么他里头还说呢 不以亲疏 不有恶思啊 就是指你在踢球的时候呢 不讲情面 我们踢球的时候 那就是你虽然是两军 两队对垒 但是你人可能很熟 所以踢球的时候脚下留情 他就告诉你 不要去寻思舞弊 我们现在不是 球过去有打假球的吗 这个出过很多事吗 就是因为寻思舞弊啊 所以他就说你端心平意 能莫怨其非啊 所以这个这首诗的意思啊 写的这个还是依照当时的 促居的这种比赛的一种规矩 和心态写的 这个汉代的这个踢球很很普及啊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历史 都是这个和酒必分分酒必合的历史 所以后来的三国两军南北朝 由于这个朝代动荡嘛 所以记载的就不那么多 但是到了唐寨以后呢 促居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进 就是这球啊 这球呢 开始不让你塞毛发了 开始充气 充气呢 他用什么东西呢 用动物的膀胱啊 来作为球胆 动物的膀胱啊 别的动物我不知道 猪的膀胱 我可知道 过去在农村待我啊 农村呢 平时最让人乐呵的事就是杀猪 杀猪以后 这个杀猪将啊 他要做很多事情 第一呢 把猪杀死 把血放出 放血的那个过程很血腥 然后呢 把这个猪啊 给吹起来 然后把毛刮掉 把毛刮掉 那个过程很复杂 然后把猪头切下来 把糖开了 开了以后呢 把这个里头的五脏六腑掏出来 分为上水下水 下水里有个东西是不能吃的 下水什么都能吃 肠子都能吃 肠子肚子 什么都能吃 这猪肚子里拉出来的东西 除了猪粪不能吃 还就有一个东西不能吃 是什么呢 是它那水泡 水泡咱人也有啊 每个人都有 你要说你没水泡 你就还挺麻烦的 现在有外挂的啊 这个水泡这东西呢 由于它是装尿的 尿本身有腐蚀性 再加上这装尿呢 你这一会儿尿多 一会儿尿少 所以它那个东西是有弹性的 中国人啊 在对动物身上的东西 是只要嚼着动的都给吃了 这个水泡这东西嚼不动 据说你煮熟了也嚼不动 所以就没人吃 这水泡就拿出来以后呢 就往往都是杀猪酱的 杀猪酱真的是 它不怎么嫌脏 它拿过来以后 它呼一吹 然后把那里一祭死 就给一个孩子玩 那时候我们老看那孩子拿 大概吹起来有这么大个 跟足球差不多比足球还大点呢 小孩拿着它到处玩 这个东西一旦冲起气来以后啊 强度非常大 简单的说你拿脚踩不碎它 你能踩崩了它 崩倒了你也踩不碎它 可见它的强度 过去我在农村中有一个俏皮画 这俏皮画说什么呢 它说 狗咬碎泡 什么意思呢 是说空欢喜一场 因为这个动物啊 像狗什么生东西都吃 是吧 狗连屎都吃 你像它什么都吃 唯独这碎泡它吃不了 为什么吃不了呢 是第一 它没什么肉上的 第二呢 这东西确实嚼不动 狗都嚼不动 你说人怎么能嚼得动 所以就没人吃的 这个碎泡就拿来做了球 唐代那足球 到底是拿什么碎泡 咱们不知道啊 我估计就是这猪碎泡 因为猪碎泡 一旦把它冲上气 把它系紧了呢 它还真不容易露气 据我看到的 有的书上讲的说 当时也是封多块皮子 有的说封八块皮子 十块皮子的 把它缝起来 那就跟现在足球 基本原理相同了 这时候唐代的球场 就有了一个重大的改革 我们知道 这个汉代以前的这个足球呢 是底下有一个半圆形的 一个小门 里头有一坑 你把它踢进去就算赢了 你不能往上踢啊 唐代呢 好了 唐代的这个足球门的改造呢 就是它在上面有两个极高的旗杆 那么只要进注这两个旗杆 左右不用说 上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上面的是有一个横梁 你踢过这横梁 你球就踢飞了 你打在横梁上 你这球就踢不进去 是吧 你最好的运气就是擦着横梁 斜着给切进去 这就算脚法好 唐代的时候是没这个要求 唐代上面不限制 不限制啊 我想这传统国际足联 没有采用 如果我们今天的足球 上面不限制的话 没有上面这横梁 我估计中国队咱们也得踢几个球进去了 我们就轮圆了往上头踢 咱们都能踢进去 今天是因为上面有一横梁 咱就算左右都踢不进去 上面也踢不进去 所以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这上面这个横杆也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那么这个当时踢足球不比较正规的 跟今天没区别 就是有个球场 不正规的就是这种野踢 就过去说踢野球 没有球门 所以这种叫什么呢 叫打拘 比赛数也不限人数 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代替两脚踢球 我也不知道怎么都怎么代替 就身上上下翻飞 那么这种踢球的方法呢 他后来潜唐使来的 日本潜唐使呢 就把这个技法带回了日本 到现代人日本人 日本人当然他也改良 向国际足球的这个比赛规则上去靠拢 所以日本足球踢的也是很不错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叫这个踢踢 踢是跳跃的意思 那么比赛数上看谁踢的高 这种踢法在唐代呢 他没传日本去 他传到了我们的邻国朝鲜 那时候朝鲜还是统一的 不像现在他是分开的 你仔细想啊 咱周圈这国家 日本也是跟咱学的 朝鲜也是跟咱学的 但咱怎么碰他们都是克星呢 他都是咱的克星 早知道咱就不传给他了 不传给日本 也不传给这个韩国啊 你知道猫啊 我们那猫呢 官府猫呢 你别看他们都这样啊 在旁边养尊处优的 他是老虎的师父 猫教老虎的时候 最后留了一手就是上树 所以你看老鼠不是老鼠 老虎他不上不了树 这个猫没有把这招交给他们 我们当年中国人啊 自己发明的这个足球 又把它传在邻国 比如这个日本啊 韩国当时叫朝鲜嘛 传过去以后呢 咱们自个儿倒是越来越弱化了 我们其实唐代的时候还是 很普及 普及到什么程度呢 普及到当时女子就踢足球 唐朝有个人叫康平 他写过一个剧谈录中呢 他专门写过这么一次 就说军队里有好多人 我刚才不是说军队 他个踢足球是训练嘛 有几个年轻的军人在那踢球 有一个球没传住呢 直接就飞出界了嘛 旁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一伸腿把这球就稳住了 然后接着就一记进踢 这球就直飞竖杖 就飞回去了 这段记载可是全世界 这个关于女子踢球的最早的记录了 你想想 那书那女的啊 这球都踢的 按理说的那书 你知道唐代可是天族啊 咱后来禅族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唐代那女的脚都长得大啊 这个这个没有受过那种摧残 宋代以后女子不怎么踢球也跟禅族有关 所以唐代的时候 这个女子踢足球应该说是还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元代戏剧家啊 四大戏剧家 有关汉青吧 写过一个叫女校尉 他说的就是唯促居最风流 演习得踢大温柔 这是中间的一段词 你从这个 这段这个唱词上 你就知道 这个女子踢球还是一个很风流的 很风流的事情 唐代以后啊 到了宋代以后呢 他这个踢球的踢法当中呢 他的表演性和娱乐性的内容就大大增加了 这就坏了 因为他的娱乐性的增加呢 这是个人呢 他就不讲究竞争 就讲究讨好别人 我们今天啊 你看凡是带有娱乐色彩的运动啊 他主要要讨好观看者 他不是为自己娱乐 是为了娱乐大家 所以我们的足球到了宋代以后呢 他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小啊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绘画 比如有宋太祖的处局图啊 他当时就描绘了宋太祖赵邝呢 跟他弟弟赵光义 还有宰相赵普几个人呢 一起处击西系的场景 那么你看当时的这个皇上都那么喜欢啊 这个踢球可见啊 民间一定会喜欢 上有所爱下必甚年 这是一句古话 这皇上喜欢的事底下没有人不喜欢 那么到了北宋的末年啊 宋徽宗更就是一足球迷啊 《水浒传》中对这个有一个很 很经典的一段描写啊 有一个桥段就是说呢 高球就是因为能踢这个一脚好球 他球能踢成什么样呢 就能让这球啊 像吊胶一样粘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得了得了宋徽宗的这个赏识 最后当上了高官 那么这个我想啊 这个踢球的这个技法呀 很多是天生的 是一种感受 我们今天呢 去看到一些这个小的视频啊 看到一些著名的运动员踢球的时候 确实是个享受 这个球是圆的呀 我们不管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 我们个人的技能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这些专业的运动员 人家的技能我们只能看着的份 所以看也是一种欣赏 宋代时候呢 他踢球他有那种单球门的啊 所以他叫筑球 在比赛场的中间呢 上方拉几个高高的球网啊 中间呢有一个洞 这个洞叫什么呢 叫风流眼 这个洞就是球门 但是很小 只有这么大 所以你想踢过去也没那么容易啊 这个当时由于这个足球的非常普及呢 他在民间就专门就出现了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社团啊 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群众团体 他这个社团特有意思 他有名啊 这名都载入史册 他叫什么社呢 他叫棋云社啊 不是德云社啊 就是棋云社比德云社还高 他们能把这个球踢的高飞入云 与云齐平 所以叫棋云社啊 这个足球啊 是圆的 所以呢 这个棋云社呢 又称为圆社 棋云社的会员们呢 又称为圆友 你像我们现在德云社的那个会员 都称之为什么呢 钢丝 是吧 钢丝 所以要入棋云社啊 就是当年在宋代 你要想 这个进入这个棋云社的组织 你比今天进德云社还麻烦呢 要拜师 给师父送礼 或者送钱 然后呢 还要送薛袜 你知道过去啊 人的这个财产 跟今天不太一样 今天我送一双球鞋算什么呀 和过去送一双鞋 那鞋挺贵的 然后还要去设酒席 宋代人生活很好 就是那种生活状态 非常悠闲散淡 所以呢 这些新人一进来呢 就是新人会 或者说圆会 对这个棋云社里的人 统称为各位都是圆友 这棋云社呢 他还定了好多规矩 他这规矩呢 从这个促居的技艺啊 到比赛规则 运动服装 乃至运动道德 无所不包 比如他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出场要天气 中场要哨水 末场要打散 什么意思呢 是指啊 出场你新来的人 要把这球锅 把气吹足 你说这事不简单吗 这事还真麻烦啊 你没吹过 我吹过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喜欢打球啊 那时候踢足球的机会并不多 但打篮球的机会多 那篮球呢 如果有点慢撒气呢 你就是去打球的时候 还带着一气针 没那时候没有 像现在那么方便 说你买一气筒 就吹两下就完了吗 没有 那么你去打气 这专门到那个能打气的地方去打 那麻烦 所以就带一气针 带一气针呢 就是打球的时候觉得这个球气不足了 往上一插 把这气针往里插 然后那一角管子使劲地吹 吹球的时候啊 你这满肚子气是吹不出去的 你身上有多的劲你使不上 你最累的不是浑身啊 是你这腮帮子 吹完了又来腮帮子酸半天 吹的实在吹不动 就是手里把那软管一捏 直接给别人 别人拿着吹 那时候年轻啊 你小孩也不懂得干净脏 所有人都拿那管来回来去的吹 吹足了把这针一拔 又开始玩 玩的不行 的时候再扎着再继续吹 反正玩一天吹一天 所以这吹气我是吹过啊 就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 所以一定让新人干这个事 都是老人欺负新人 这是一铁绿 古今中外都一样啊 中场为什么要哨水呢 他那球场不像现在 现在球场都是草地 你没这事 过去那球场都是土场子 就是踢的一定程度呢 浮土太大了 暴度狼尖的受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哨上水 就淋一点水 让他这个压压沉 墨场为什么要打散呢 就是最后 你要收拾这残局 别人踢完了 扬长而去 该洗澡洗澡 该喝酒喝酒 下来 您呢得把这些 地方该收拾的都收拾 所以这就是 包括把球放了气啊 把气放了以后 把球收起来 这就是当时 秦社的这个 这个规矩 这种规矩呢 其实他都把它 这个套成了行动准则 比如他有 十锦要 什么叫十锦要 就是十条规矩 十条最要紧的规矩 他怎么说呢 他说首先你要要和气 是吧 什么要温良呢 要尊重呢 要谦让呢 要精神等等等等 一大堆啊 这要的 这是十条啊 最重要的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十戒 就是十戒也很厉害 他叫十进戒 就是十件事你不能干啊 他比诸不戒还多两戒呢 诸不戒才八戒 你想踢球这十戒 进什么呢 戒多严 戒赌博 戒争斗 戒是非 戒傲慢等等 你想 他说还戒猖狂啊 戒酒色 戒多严就是你少跟我啰嗦 踢球的时候 有时候球踢的很冲突 但是嘴巴 哎 别再挑衅 就不会出事 如果球踢的不怎么样 那嘴巴老挑衅 很容易打架 所以人说了 你这个啊 不能多说 那戒赌博你都不用说 今天全世界都都这个打击踢球的人 这个按理下注啊 就是踢黑球啊 我们前些年还处理过很多人 那么还有呢 这个他在这个不义 不义踢球呢 还有一些禁忌叫十步踢啊 什么叫十步踢呢 就是什么时候不能踢球呢 比如他说 宴席前饮食后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啊 我们尽管踢完球以后呢 不能马上去吃饭 要休息一会儿 那你吃完饭也不能马上去踢啊 比如他说有风雨的时候也不要踢啊 心不暇 就是你心里老有事 也不适合去踢啊 他就讲了 你看啊 有提倡的 有禁忌的 有这个 这个不允许的等等 他都是十个十个的 那么宋代呢 很多城市都设有了这种奇云设 所以这种圆友们 踢球的人可以走到各方的切磋记忆 这就是当时的所谓的状案 对来访者的处居的记忆呢 进行这个测验 你说你身怀绝技 那没关系 你把你的技术水平给我们展现出来 这得跟当地的这些球友们的比赛 切磋记忆 当时的这种测试 就是说状案的标准很高 比如他要求你用脚啊 左右脚各连续颠一百下 我觉得今天啊 如果按这标准 好多人根本都考不进去这个球队 就是左脚颠一百下 右脚颠一百下 双脚之间不得相砸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一只脚啊 颠一百下以后 扔给这只脚颠一百下 不能你想哪个脚就哪个脚 那你太精神了 球呢还得要求颠的平稳 不得忽高忽低 我们都颠过这球啊 你要是一脚深一脚浅的 你可能还能颠几下 你要说完全要求一个高度 你一般人没这技术 如果你一次测试不成的话 那怎么办呢 说再给你两次机会 如果三次你都失败 对不起 你就回去了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半天 说一下中国古代足球 从汉代起到唐代发展 到宋代这么热闹 什么时候怎么今儿就不成了呢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成 因为中国古代足球呢 从提倡 社会提倡到技法 是一路下滑的 明代以后 这足球就衰落了 明太祖啊 朱元璋 他有好多古怪的规定 比如他防止军人沉溺于 这个娱乐当中 涣散斗志 他就说整级军级 说在京的这个军官军人啊 不能学唱戏 不能下棋 这个不能踢球 那怎么惩治呢 就让你唱戏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是吧 你下棋 我就切了你的手啊 你踢球 我就断了你的脚 就确实历史上就有这种人啊 我过去写那个辞职文的那本书的时候 我查过当时这个明代戏剧资料 朱元璋时期那唱戏唱作一句台词就把上唇啊 连舌头在上唇都割了去 所以特恐怖啊 这军人啊 确实有人去忍不住踢了球 最后就被剁了脚 你想想啊 那全家还得给发配到边疆云南去 你想想这如果一个人啊 你军人当时唱一段戏 下一盘棋再踢一场足球回来 你算了舌头也没了 手也没了 脚也没了 这人就就完蛋了 所以当时对这个足球的限制啊 非常的严 但是由于你这种限制呢 那很多人就算了 就不踢了 再加上这个其他运动的兴起 所以足球逐渐逐渐衰落 到了清代以后 足球就基本上没什么生息了 因为清代是满族人入关 满族人最喜欢的一个事叫溜冰 他为什么喜欢溜冰呢 是因为他们家乡那是特冷 冷的时间特别长 东北半年都能溜冰 所以溜冰速度有速度感啊 所以就是他就提倡这个打冰球 他说他跟那个冰球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上 打的冰球不一样 他是把溜冰呢 和足球结合起来 他发明了一种运动叫 冰上簇居之戏 他当时也把它作为 他的禁卫军的训练内容啊 因为这个冰上的行进速度是很快的 在冬季的时候 调兵遣将还是很有很有优势的 那么你想统治者 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呢 所以这个中国的足球 在明清两代 逐渐就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这个足球啊 我们今天看的足球 叫国际足球啊 跟我们 尽管他说祖先是我们 齐国人发明的 但是真的跟我们齐国那 促局没头的关系了 今天的足球啊 大部分规则大家都知道 是吧 这个 整个球场的比赛的规矩 一个比一个人明白 但是你踢的时候未必明白 那么你看的时候呢 对足球而言呢 我们最爱看的那一瞬间啊 只要是你去 不管你到现场 还是你在电视机前 去看现场转播 只要 这个运动员带着球 攻入球门之前啊 每个人都激动的会站起来 兴奋 但是呢老踢不进 你比如我吧 我看球跟别人看球有点不一样 我喜欢一人看 我不喜欢一大堆人 老在那嘚不嘚的一通说啊 前些年呢 我还有这兴趣啊 这个不是这届世界杯 这届世界杯就肯定 我没那么大兴趣了 大概是三四届啊 乃至四五届以前 那就说十五六年 甚至二十年以前的世界杯呢 那时候踢的时候呢 我经常一人啊 找一能拨球的酒吧 找一张桌子鸡脚嘎栏 自个儿要两瓶啤酒 在那边喝边看 我记得有一年 我去看这个球吧 自个儿特的兴趣 就在北京的一个 很好的酒吧里去看啊 从头到尾 俩队踢俩中头 一球没进 弄得我很沮丧 你知道你要看球啊 双方都不积极打手势的时候 在不进球 你看着就不兴奋 看球最激动的就是啊 要不然就是这个点球大赛 要不然就是这个多进球 我就那时候我就想 我说为什么 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规则 向多进球啊 变成进攻性的这个足球去发展呢 你比如说 那时候我就想球门能不能设计再大点 再高点 让你多进球 我觉得一场好的球赛下来 当然也不能像篮球似的啊 说每一场两方都是100比102 这球也没法看 他能不能弄个 每场都有十个八个进球 这样看着就比较兴奋 你想足球本来时间就长啊 你现在一场球下来 你得揉出来两小时 两小时一球不进 你看着不兴奋 所以最好呢 就是能够保证个五六分钟 十来分钟能进一球 所以我就想 能不能这个规则向这方面去发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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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